张元清沉默地思考了许久,决定暂时不暴露红武邪的存在。 首先,欧向荣潜逃这件事才刚刚开始,五行萌的后续动作还没展开,身为官方组织,也许有别的方法能追踪那位蛊惑之妖。 根本用不着他这个新人来插手。 其次,他只是一级夜游神,灵敬行者中的新人,要是暴露了规则类道具的存在,很可能引来觊觎。 先观望一下,看看组织后续有什么动作,再视情况做出选择张元清不再多想,望着车窗外的夜景,等待着到达目的地。 现在,提升实力才是最紧要的。 五分钟后,出租车在松海费科医院门口下车,付了车资,张元清进入医院,目标明确地朝急诊部大楼行去。 这个时间点,门诊部已经下班,医院和病患主要集中在急诊部。 急诊部里,人头攒动,看病的患者要么坐在公共衣上,要么往来于收费窗口和各个科室。 张元清穿过收费大厅,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,找了一处靠近厕所的座位。 坐下来后,双腿一伸,守株带兔。 对于灵体来说,夜游神的气息就像黑暗中的萤火虫,那么夺目那么鲜明。 不需要刻意寻找,他们会自己找上门。 普通人的灵体存在时间只有七天,除非附近刚死过人,不然是等不到灵体自动上门的,所以医院是升级的最佳场所。 大概五分钟后,张元清看见一个穿着病号服的老大爷,目光呆滞不乏僵硬地穿过人群,朝自己行来。 老大爷的身体介于虚幻和真实之间,往来的病人穿过他的身体,就像穿过空气。 他形容枯搞,白铜圣人,散发着痛苦和懊悔的气息。 这是一个怨灵。 通常来说,人死后都会化作怨灵,不存在气息平和的灵体,因为没有人甘心死亡。 他们对生的留恋,对死的恐惧,最后都会化作无能为力的怨气。 眼见老大爷走到跟前,张元清张嘴轻轻依稀。 老大爷的灵体化作青烟,鸟鸟挪挪地飘入口中。 没心脏痛,一时豁然膨胀,张元清读取了老大爷生前的破碎记忆。 老大爷死于肺癌晚期,生命的后半段,在化疗和癌症的双重折磨中离开人世, 咳血、脱发、气粗、疼痛。 走得并不安详。 最后残留的念头是懊悔自己为什么要抽烟。 我再也不抽烟了。 张元清睁开眼,满脸懊悔地脱口而出。 周围的人诧异地看过来。 张元清面无表情,假装刚才的事没有发生,已掩饰心里的尴尬。 直到路人挪开视线,直到翻涌的情绪恢复平静, 他点开属性面板,迎蓝色的光幕展开。 经验值,44.5%。 赵英君的灵体值两点经验,普通人值有0.5, 类似普通野怪和精英怪。 而且越往后经验值越少,恐怕0.5都没有吧, 看来只能积少成多。 张元清若有所思。 不管怎么样,这种直观的,可见的提升让人欣喜。 他返回座位,假装刚才的事没发生过, 又过了几分钟,一个穿着西装, 上班族打扮的中年大叔,木棱地朝他走来。 周围的人无视了大叔,也穿过了大叔。 张元清如法炮制地吸了大叔的灵体, 在灵体转化为滋养夜游神的力量时, 部分记忆如海潮般涌来。 中年大叔死于疲劳过度,心梗猝死, 死于广为人知的996福报。 大叔走得很安详,毕竟猝死是一瞬间的事, 你甚至感觉不到痛苦。 但读取了大叔记忆后, 张元清知道他妻子刚刚二胎, 孩子尚在墙堡中, 正是为了挣奶粉钱才如此拼命工作, 投身福报中。 更值得一提的是, 大叔80后, 那个年代出身的人很少有兄弟姐妹, 人一走, 父母将来也没了着落。 用生命去赚钱, 到最后一切都失去了意义。 张元清一时回归, 感受到了一股追心刺骨的悲伤和茫然。 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义? 他茫然而作, 很长时间都没有表情。 这时, 第三位灵体过来了。 是一位女士, 有着漂亮的五官, 韩式扮永久的眉毛, 身上穿的衣服也透着奢侈和精致。 人类高质量女性。 这么年轻漂亮就去世了, 可惜可惜。 等走得近了, 张元清才发现他胸腔凹陷, 黑色修身衣浸满了虚幻的鲜血, 另外, 他的后脑似乎也受到了难以想象的重创, 鲜血把头发沾成衣缕衣缕。 没有穿病号服, 也就是说, 他不是住院期间死去, 而是死于意外或凶杀张元清轻轻一息, 把高质量女性的灵体吞噬。 眉心衣棚, 不属于自身的记忆灌入石海。 张元清眼前衣黑, 紧接着, 看见衣装修长白皙的大长腿, 坐在床边, 正把黑色丝袜, 一点点地绢上大腿。 哦, 原来女人是这么穿丝袜的。 母胎单身二十年的张元清掌一波见识。 这时, 身后传来男人的烟嗓。 以后晚上不要发我信息, 昨晚差点被我老婆看到。 张元清心里当时就一个咯噔。 男人, 床, 穿丝袜谁都能猜到刚才发生了什么事。 以后还是不要轻易吞噬女性灵体了, 不合适。 他无比庆幸地在心里低谷, 还好记忆是从穿丝袜开始, 如果往后推几分钟, 他没准就是躺着, 或者跪着。 嗯, 嘴里也没怪味, 还好还好。 他正想着, 便听见自己附身的女人哼道。 那不正好, 你离婚娶我。 身后的男人嘻嘻素素地穿衣服, 吃笑道。 我有儿子有女儿, 明年正打算要三胎, 凭什么为你离婚? 再说, 离婚了财产还要分出去一半。 当时不是说好的吗, 你当小三我给钱, 等你攒够了钱, 爱嫁谁嫁谁, 找个老实人嫁了也行。 哪天你想断了关系, 只管通知我。 但是, 不该有的念头不要有。 女人似乎生气了, 没再说一句话, 等男人离开, 她开着小宝马在街上狂飙, 发泄情绪。 最后出了车祸, 抢救无效身亡。 画面结束, 张元清睁开眼, 捏了捏发账的眉心, 心里生起一阵不愤, 心说姐妹啊何必呢? 高端的海鲜商人往往只需要朴素的拍卖方式, 哪里都有市场, 何苦和一个男人志气, 男人能有几个是好东西。 还有, 嫁老实人是不可能的, 这辈子都不可能的。 她这么想着, 突然意识到哪里不对? 我为什么会对女人有这么强的代入感? 我明明是个枪兵。 几秒后, 张元清醒悟过来, 她不知不觉被高质量女性影响了, 想法偏女性化, 心底里对金钱和物质产生强烈的欲求。 还有刚才脱口而出的不抽烟, 也是被大爷的灵体所影响。 在她初步稳定精神后, 第四位灵体过来了, 这是一位瘦弱俊秀的年轻人,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小奶狗这类词汇。 长得不比我差吗? 还是西南人的灵体吧, 更保险更安全, 真遇到那种事, 也是我在上面。 她张嘴将小奶狗灵体吸入腹中。 四耳的噪音震荡耳膜, 全彩LED大灯旋转, 制造出让人眼花缭乱的光污染。 放眼望去, 近视晃动的身影, 摇摆的脑袋, 空气里还有骨刺鼻的烟味。 这是一间酒吧。 张元清感觉自己身体不受控制的摇摆, 同时抓起卡座上的酒杯, 与身边的朋友畅饮。 在畅快淋漓的情绪发泄中, 在酒水和投资交织的空虚快乐中, 小奶狗和她的朋友直到凌晨两点才退场。 两人叫了网约车, 返回出租屋, 体格健硕的朋友掺着她打开卧室的门。 张元清虽然不能控制身体, 但自身意识清楚, 察觉到负身之人烂醉如泥, 大脑血管秃秃的疼痛, 她猜测对方是饮酒过量而死, 或者猝死。 正猜测着, 小奶狗被丢在床上, 朋友帮她鞋子脱掉裤子拔掉, 盖上被子, 用湿纸巾替她擦拭脸上的汗水。 这朋友能处。 张元清心说。 念头刚起, 她就发现朋友开始脱衣服, 并掀开被子, 迅速把小奶狗扒光。 张元清猛了一下, 感觉事情有点不对劲。 这时, 她听见小奶狗迷迷糊糊的嘟囔。 老公。 朋友压在小奶狗的动体上, 扬起手里的樊士林, 满嘴酒味地说。 屁股撅起来, 给你上点油。 张元清脑子轰的一声, 犹如五雷轰顶。 不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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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不能这样。 不能这样。 张元清在极度恐惧, 极度惊慌中, 强行中断了记忆的读取。 门诊大楼, 厕所边的座位, 张元清获然睁开眼睛, 像是做了一场噩梦, 缺氧般的大口呼吸。 他脸色发白, 眼神惊恐, 汗水浸透了几倍。 小伙子, 你没事吧? 隔座的大妈关切地问道。 你挂号了吗? 哪里不舒服? 张元清白白手, 表示自己没事, 一头冲进了厕所, 打开水龙头, 一捧一捧地冷水往脸上拍。 太可怕了, 男人太可怕了。 他承受了这个性别不该有的伤害。